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分享一道排骨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排骨的表面撒上一层干面粉 用手抓拌均匀 里面再倒入清水,多清洗两遍 面粉可以吸附上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看一下排骨这样洗得非常的干净 下面我们再来切点葱段 再切几个姜片 放在排骨里面 准备一个小碗 在里面加一块腐乳 两勺生抽 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一勺蚝油 少许的白砂糖提鲜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腐乳碾压碎 再把料汁浇在排骨上面 抓拌均匀 放在一边腌制30分钟 准备一碗糯米倒在锅中 放入几个香叶,桂皮和八角 用小火,搅拌均匀 炒出这种焦黄色,关火放凉 把里面的配料挑出来 倒在面板上 用擀面杖压碎 最后碾压成这样就可以 稍微有点颗粒感 再把碾压好的糯米 放入排骨里面 刷拌均匀 尽量使每块排骨都粘裹上糯米 看一下像这样就可以 排骨上面都粘裹上了糯米 味道特别的香 准备一个60年代的盘子 底部铺一层泡好的茶树菇 把排骨摆在上面 把排骨放在蒸锅里面 盖上盖子 水开以后开蒸火蒸40分钟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都已经脱骨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鲜香味美 加上糯米 软软糯糯 特别的好吃 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 可以动手做给家人尝试一下 真的很不错 喜欢小杨的视频 帮忙点击下方关注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